这里是北京南海子麋鹿院 2021年初秋连续几天的降雨 让部分湿地变成了泥潭 今天22头麋鹿要启程前往新家 他们从小在这里出生长大 工作人员忙碌中透了几分不舍 麋鹿上车非常顺利 一切就绪 出发 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大青山 这里是内蒙古大青山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此刻来自新疆野马繁殖研究中心的六匹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普世野马刚刚抵达 两天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在这里联合实施 麋鹿野马野化放归活动 这匹普世野马刚接受了麻醉 经验丰富的兽医正在为他佩戴卫星项圈 在放归野外后 保护工作者将利用卫星追踪技术实时监测他们的生存状况 不久 不久野马又恢复了往日的桀骜不逊 普世野马极其珍贵 是目前世界上最宾威的大型野生动物之一 但这一种群的命运却历经坎坷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由于全世界狩猎者的疯狂捕杀 以及栖息地环境受到破坏 普世野马一度基本野外灭绝 中国新疆的准嘎尔盆地 是世人首次发现普世野马的地方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 中国政府启动野马重引入计划 部分被欧美狩猎者运往国外的普世野马的后代 才终回故乡 据初步统计 目前中国普世野马种群数量 已经突破七百匹 其中野放种群三百多匹 此刻北京南海自麋鹿院的二十二头麋鹿 正日夜兼程赶往大青山 与他们赛跑的 还有五头从江苏沿城大风出发的麋鹿 二十七头麋鹿将与大青山会合 共同等待激动人心的放归时刻 麋鹿同样是原产中国的珍稀物种 一百多年前 绝迹于中国漂泊海外 他们的命运与普世野马惊人相似 在过去的这个夏天 成年熊鹿们刚刚度过了一年中 最具挑战的英雄时刻 为了争夺交配权 他们各个披挂上阵 盛装出征 鹿角上的泥巴 宣誓永世之果敢 头顶上的杂草彰显必胜之决心 整个夏天 熊鹿们在此路神秘荷尔蒙的感召下 望我的追求者 战斗者 年复一年 麋鹿种群就在这种强者的对决中 繁衍生息 优胜劣汰 秋天来临 新的生命开始孕育 对于27头即将回归自然的麋鹿来说 扩大野外种群数量 正是他们肩负的神圣使命 截至目前 中国麋鹿种群数量 已经接近1万头 秋天的大青山风景如画 它静静地等待新成员的加入 作为大型食草动物 普世野马和麋鹿 两个新物种的到来 将对当地植物生长 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当6匹普世野马和27头麋鹿 冲出眷舍 奔向广袤自然的时候 天地万物的喜悦之情 相信在那一刻 与人类产生了最真切的共鸣 科学有序地恢复和重建 珍惜边微物种的野生生物种 种群是中国政府向世界 做出的庄严承诺 回归自然是野生动物的必然归宿 也寄托着人类最美好的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